朋友们 今天是第二天 来到 槟城的第二天早上 我们去一家 开门的饭店 因为这边饭店 我们发现都需要 什么十点十二点 什么下午四点六点才开门 也只是挺真词 我们来到了一家 当时的早饭店 点了两碗面 希望好吃 今天我们点的上来了 就是类似个干拌面 然后里面有几片 这种叉烧的肉 然后这边还有个 两个云吞 然后两个价格好便宜 只要7块6 我们就尝一下 很淡 看着这么多酱的感觉 但其实味道很淡 感觉马来西亚的口味 都比较偏清淡 都挺淡的 然后面条 就是就正常 正常的味道 没什么特别的 可以吃饱 这份是Emma点的 那个青汤面了 我也尝一口 面味道是一样的 喝果汤吧 也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挺香的 但是就是淡淡的 没有什么特别重的那种调料味道 这个是我们到下一家店 叫新生活 点了第一个 这是一个咖喱面 跟我想象中的咖喱面会有点不一样 就感觉像是有点辣的酱的 这个面条 这个酱很香 我都闻到了 然后还有这个像粉丝一样的豆皮 这个是海鲜 或者河鲜 然后有雪把它拌一下 这家店的环境比刚刚那个早饭摊 就要清爽很多 干净很多 尝一口咖喱面 两种一起吃 香的 好吃的有一点点辣 加上它应该也是猪肉辣酱 很清爽 这第二个是我点了一个藏粉 好像也有这个酱辣不辣 我先尝一下 猪肉辣酱那个是 然后旁边是 类似那种番茄的酱料 就是那种火锅蘸料的感觉 我就直接吃了 好滑 它肠粉本身就很好吃 特别香 然后口感也很细腻 然后现在这个酱味道也不错了 但我就想说主要还是这个肠粉的功能 这个肠粉好吃 你蘸什么酱都会好吃 吃到一半有点渴 所以点了一杯冰咖啡喝一口后 跟在吉隆坡的时候 咖啡味道很不一样 就还是很甜 但是就感觉咖啡味道更浓一点 买好单了 这家好吃很多 价格也很便宜 加上咖啡才9块7 请跟随天哥的角度来看一下 冰城的过马路 你也不看这边有没有车就开始跑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不玩啊